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炸弹攻击 炸死杜甘 杜甘是什么人呢? 杜甘这个人是很著名的俄罗斯极端民族主义哲学家 有很多人反对这个称呼 在内地就有人为杜甘辩护 很老实说 没必要 我的看法就是没必要为杜甘辩护 因为他曾经写过很多文章 都是中国是俄罗斯的地缘政治对手 而且 他有一些文章还说到 就是 他搞一个叫做 大欧亚大陆的观点 他是Eurasia的 这个概念和某程度上 我认为和印太战略是可以抗衡的 但是 他的地缘政治理念 就是 俄罗斯可以 利用伊朗的情况下 以及利用 欧洲他们那些极端民族主义者 即是 脱欧派 严格来说 他们帮助之下 就可以挑战 美国对世界的统治地位 当然 市面上也有很多人 认为这个杜甘 就是普京为什么会吞拼克里米亚的思想来源 那个思想就从杜甘来的 杜甘其实就是在莫斯科国立大学做教授 当然 他搞这些事情是有原因的 他搞那个欧亚大陆概念 即是地缘政治概念 他其实在文章中说 哈萨克斯坦 其实就是欧亚大陆的中心 其实他也有鼓吹过利用哈萨克斯坦 去阻止中国 这个人 坦白说 我的看法 对中国人来说 都不是一个好人来的 但是在国内 他说你看不明白他说的东西 所以你只是看西方翻译他的东西 所以你就会以为他对中国不好 但是他实际上是对中国好的 我很粗钱的看法就是 中国没有盟友 中国的盟友只有中国人的双手 就是左手和右手 两个盟友 一定要是落手落脚做的 就是所有军事农业 都是靠自己的 其实就是 试过有一段时间 就 靠这个苏联去援建 援助 结果都是 一锅撬起的 给人 唯有就是智强不息 当然是不是 对不对 走马灯就说 台药昨晚有说杜金 对 我知道他有说 但是我想多说一点 他这个人 是怎样 他的思维是怎样 他这个人的思维 当然是 大俄罗斯主义 对不对 还有一件事 现在为什么普京会继续 要 做这些特别军事行动呢 其实 这个源头 都可以追索在杜金那里 因为杜金其实在 2014年的时候 已经出声了 就是他说 这个和俄罗斯的战争 是很可能无法避免的 2014年其实他已经说了 2014年当然是 已经是占了克里米亚的时候 但是 大家要知道 俄罗斯占克里米亚 对于普京的民望 是很正面的影响 一吞拼了克里米亚之后 普京的民望 是提升到 支持度应该这么说 正确点来说 是去到86% 其实是 有三分二的 俄罗斯人 是赞成支持 乌克兰东部的分离主义分子 是大多数人都认为 莫斯科应该 订钱 订资源 去支持 乌克兰东部的 分裂乌克兰分子 其实是一个警号 为什么我说是一个警号呢 其实你想想 中国会不会支持 或者中国人 会不会有三分之二的人 支持 去打周边的国家呢 中国周边的国家呢 譬如举个例子 越南那些 会不会有 超过三分二的人 去支持这样做呢 现在这样的环境 其实是不会的 你说之前 晨月战争的时候 会不会 我都觉得有些可能 但是现在 是一个 和平发展的环境 你觉得会不会有人支持这样做 会不会有人支持 说要出兵去打 柬埔寨 那些地方 其实是不会的 我的理解就是不会的 会不会支持出兵去打缅甸 因为缅甸曾经是朝贡 就是中国的 朝贡体系的 乾隆有一场仗 都是跟缅帮打的 就是现在缅甸打的 你说 中国会不会 做回清朝做的东西呢 是不会的 我给大家讲真相 中国是不会做清朝做的东西的 但是 俄罗斯现在 就会做回俄罗斯帝国时代做的东西 那你说大不大销 这个杜金呢 他就是要说回俄罗斯帝国的时代有多伟大 那现在 这件事情 当然是 很难搞的 那当然 你说杜金是不是 完全说话没有道理 又不是 他说的东西呢 有些呢 你可以 就是从他说的东西那里 你规探到 他 那个思想究竟是怎样来的 其实他有一个很清晰的认知 就是 在俄罗斯 其实 除了普京话事之外呢 另外有一股势力 就是话事 就是东正教的教会 他是 说到事的 东正教教会 尤其是 在那个社会的基层 东正教教会的影响力 是比很多 其他政党的影响力 去不了社会的基层 是要靠 东正教 当然东正教和外国是串了在一起的了 和保守势力也是串了在一起的 在2014年的时候 这个杜金就说 外国东正教保守势力 和这个自由势力之间 是有斗争的 其实外国东正教保守势力已经是串埋了 普京其实就是 国派 是得到大多数俄罗斯人的支持 他 爱国的意思就是 又是要俄罗斯重新伟大 对于一个伟大的俄罗斯来说 其实 周边的地区 通常都是 有些地方不是坏事 对某些地方 但是 对于某些经历过 伟大的俄罗斯的国家来说 是一个灾难 佔多少土地 杀多少 不是亲俄的人民 事实上 我这个也是 讲回历史 有些人说 不应该讲历史 现在应该讲现在 但是 杜金这些人的思想 其实 和普京那些 他经常都说 比特大帝有多厉害 他就讲历史 对不对 当人们讲历史的时候 你就不可以不讲历史 如果大家都不讲历史 大家抹了它 那你就不讲 对不对 但是现在不是 现在 俄罗斯方面 他就会讲历史 好了 那你讲历史 讲比特大帝 很自然你就会 挑起一些人的反应 这是事实来的 你没办法避免 其实就 当然 普京他 也有 支持自由势力的人 支持什么 自由势力 就是自由派 这个普京 他有另一方面 就是治国的人 其实跟寡头有丢 这个是真的 俄罗斯的政治精英 当然跟寡头有勾连 如果没有勾连的话 根本 就找不到这些 这些 这些 在俄罗斯 现在反对那些 就是寡头 反对那些 自由势力的声音 是很强的 其实现在自由势力 经历过8年 就是 由14年 刚才我说的14年 到现在已经是8年的时间 其实自由势力 还有那些寡头 其实很多都收了皮 但是 他们有没有 影响力也有一些 但是 这个情况 已经 不是寡头 或者自由派的人 可以左右到普京的决策 现在基本上 就是普京主导的 外国派 就可以主导了所有东西 这个外国派的思想 很多其实都是来自 我粗钱的看法 都是来自这个 寡金 当然 深水堡 寡棍就是寡金 不是真金 但是这个寡金 它是厉害的 有些东西是厉害的 它是看得到的一件事 其实 就是 俄罗斯 唯一一个方法 就是要 搞一个扩张 ET就说 寡金的女儿死了 这个我们昨天也突发说了 但是 但是寡金这个人 他的思想是 很厉害的 就是他那个 搞出来的一套 极端外国主义 很多人是很接受的 而且 他写的东西 是会挑起到 那些大俄罗斯的情绪 那些大俄罗斯的情绪 实际上 就会令到世界 就不是很妥妥 为什么说世界不是很妥妥 因为 当欧洲很多人看到 你搞大俄罗斯的时候 欧洲人 就自己会卖位 其实你这次已经看得到 打这个 乌克兰 其实欧洲人自己卖位 你看瑞典和芬兰 本来都一直都不加入北约 为什么不加入北约 因为 没必要 就是没必要得罪俄罗斯 对不对 有边境是 就是相连的 芬兰就是 如果芬兰要在边境 放一大堆军人 其实对于芬兰来说 也不划算 但是为什么现在都要做 为什么要加入北约 这件事情 其实很明显的一件事情 告诉大家 就是 双方已经没有了信任了 因为你一开始打仗 大规模去打乌克兰的时候 其实 所有剩下的信任都没有了 还有 很明显就是一件事 就是严防俄罗斯的西进 现在就是这样 你说不是呀 是北约东旷先 是啊 是北约东旷先 但是你要想想 那些在北约东边的国家 他们为什么会要求 加入北约先 你说西方引诱他们的 之前有些观点就好像说到这个男女关系 其实不是呀 说真的你自己想想一下 对于 在 欧洲东边的地方 就是 在俄罗斯 有边境接壤的地方 他们也想继续独立自主 他们想做一个 独立的国家 如果他们想做一个独立的国家 他就没办法不抵抗这个大俄罗斯 因为大俄罗斯就会消灭这些独立国家 历史上是有这个记忆的 我之前也说了 在欧洲他们一向都是打来打去的 而且 有些东西他们是记得很清楚的 如果德国 如果他们要扩张的时候 他又会搞到 那些小国也是没胆口吃的 事实就是这样 但是 现在 看起来比较 德国比较临 所以现在 在欧洲东边的地方 国家都叫 欧洲 整体来说是要加强 军事 预算 还 叫美国和英国帮忙 德国他们就不是百分百相信的 但是 英国美国他们 他们绝对相信 他们绝对相信 是这样的时候 你自己 看看 之后 那个争端会越来越多 希望 不要变成 两个阵营的冲突 如果一变成两个阵营的冲突 那些都是一般人 这是真的 所以 大家都多讲一些人类命运共同体 我的看法就是 这个世界 有很多事情 看到有问题的 坐下大家 一起 谈到 不够谈到 不够谈到 但是 对于那些 动作就误人家 误人家 反忠乱港 我们就被人误过是反忠乱港 你误我们是反忠乱港的人 我们绝对是跟你没得谈的 因为你根本就是 一开始就是乱误 我们就已经把我们的观点 事实说出来 如果你不同意我们的观点 哦 他是反忠乱港 你要有根据才可以的 我们说 杜金 是大俄罗斯 他搞这个欧亚运动 是大俄罗斯的始创人 这个是有 根据的 他的观点 在 俄罗斯 鹰派的人里面 是很受欢迎的 他 地缘政治的思维 其实他认为 俄罗斯是要影响 之前苏联影响到的所有 加盟共和国 包括哈萨克斯坦 中亚那些所有斯坦 他都要影响了 你看一下 哈萨克斯坦的总统 他怎样做 怎样做来抗衡这些 说法 其实当然哈萨克斯坦的人 都想独立 都是做一个独立国家 很多东西都不用要依赖俄罗斯 当然是想 你想一下就知道了 其实根本 你能够独立 你是不会 走去 说要 依附下去 就是 俄罗斯那里 因为 俄罗斯 他 做法 就很不公道 现在要说回俄罗斯 他们做事 很残忍 跟中国很不同 这个情况 好了 说到这里 就休息一会 一会儿 回来我们就再谈谈其他话题 休息一会儿 就绝对了 就绝对了 他以后 这一会儿 说到这里 我们就知道了 我们就不公道 我们就不公道 但是 我们就不能再谈谈好 我们就知道了 我们就知道了 他就知道了 by bwd6 by bwd6